可兰旺姬更清楚自己在不自在什么 魏无羡是跟绝大多数围观的人一起赶过去的 今日一早 很多人就都听说万通芳走水了 由于是夜里起的火 大家都在睡觉 所以就火非常不及时 万通芳一大半都被烧了 梦里惊醒 哪还能顾得上身外之物 都急匆匆地往外跑 损失惨重不说 还烧死了三个人 原本魏无羡还在睡觉 结果却被蓝忘机叫醒让他去 万通芳正是头的场子 以前魏无羡刚到那做事 就理解了名字的含义 在这里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只要银子到位 数万条路都可以是畅通无比的 达成任何目的 虽然蓝忘机什么都没说 可到了现场 魏无羡就大概猜出了一二了 当他看到三具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 就更确定蓝忘机做了什么 其中被烧得最惨的是一具女尸 脸都烧得没样了 翩翩身上的衣服有一处不料 还能看出原样 正是此前给师姐做的那套衣裳 魏无羡的反应很快 当即就从人群里冲出去 扑向那具女尸 大声哭喊着 师姐 师姐 怎么就这样了 怎么会走水呢 师姐 别留下我一个人 师姐 做戏要做全套 任谁看魏无羡的样子 都认定了被烧死的人是他亲人无疑 再加上魏无羡的眼泪说来就来 在场有的姑娘家都不禁跟着落泪 觉得实在是可怜 也有人上前试图安慰魏无羡 可他哭得死去活来 有人拉他就顺势倒在地上 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万通方被烧死的女人的失地哭到昏厥 还是被现场的人掐人中给掐过来的 头看到魏无羡的时候他双眼通红 虽然只是死了一个江燕里 但他怕就此没了魏无羡的把柄 蓝府的少夫人可就要跑了 魏小兄弟 魏无羡瞪着他 兄弟 谁敢跟您称兄道弟 魏小兄弟 这事也实在怪不得我呀 我这损失相当惨重 怎么着 我师姐的命就不值一提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我也是无辜的 我也不想着火啊 魏无羡不吃他这一套 既然头能主动找他 就说明魏无羡可以拿枪做事 他倒是没想从他身上敲诈一笔 毕竟师姐没有真的出事 但从前的那些账总是能清的 果不其然 头让魏无羡提要求要给他补偿 但头也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魏无羡不能离开蓝家大少爷 他那边没法跟蓝府交代 凭什么 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给人当男妻啊 魏无羡的反应倒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这跟他之前听说蓝家大少爷和少夫人感情甚好 所以才让他难为难为江艳离 这怎么听着魏无羡在那待的也是很委屈呢 魏小兄弟 稍安勿躁 你看你现在跟蓝家大少爷也有一些感情了 而我一向是知道你的 你很重感情 你想想蓝家大少爷体弱多病的 舍得走吗 你说你师姐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去别的地方孤苦伶仃的 跟蓝家大少爷做个伴也是挺好的 以前咱俩的账两清了 我再多给你一些银子 你看行不行 魏无羡当然没有拒绝 但他也没有真的狮子大张口 虽然说头赚的很多钱都不干净 但那毕竟不是魏无羡能左右的了的 而他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 将蓝家老夫人花的银子要出来 一并给蓝战 也不算是冤了他 最终讨价还价 魏无羡竟然拿到了一百两 这个数字出了江府后 他就没再看到过 而头儿既然能给他这么多 只能说明蓝老夫人给的更多 甚至不只是几百两银子那么简单 还有一些别的好处 想来还真是有趣 拿几百两去给大少爷买男妻 却不肯给弄几个好生伺候的下人过去 就连平时的吃穿用毒都差极了 那位老夫人还真是恨毒了蓝战 离开的时候 魏无羡依旧表现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 若不是他收了钱 头儿可能会认为他更重情义 现在只觉得也是个道貌盎然的小人 收了钱就不再找他麻烦了 这会儿的他就是太急了 只想着能解决魏无羡不离开蓝家大少爷的问题 若不是有这个原因 他才不会因为江彦离的死而赔偿呢 也正是因为他在急 所以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魏无羡不该是这样的人 平时魏无羡赚那点碎银子都会给江彦离送来 今天怎么可能就拿了钱走人 当然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话了 魏无羡是跑着回来的 因为怕自己露出太多的破绽 可这一路上急匆匆的却还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蓝战的手段有点狠 虽然到现在他还没问过蓝旺鸡呢 但结合此前的一系列准备 很明显这场火就是蓝旺鸡放的 准确来说是蓝旺鸡让人放的 至于让谁去做的他就不知道了 反正一定不是蓝旺鸡亲自做的 毕竟他俩昨晚是躺在一张榻上睡的 除非蓝旺鸡在他睡着的时候行动的 不可能 魏无羡瞬间就否了这一猜想 蓝旺鸡那个身子骨 哪能完成得了这种事 若是真的做了 今天他一定能看出点问题来 吹着夜里的冷风咳嗽必然会加重 很明显不可能是蓝旺鸡做的 所以 雾烧死了其他两个人就不是蓝旺鸡的本意 没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死了几个人 放火这种事也是不好控制的 所以 不是蓝战的手段狠 他不是那样的人 蓝战 蓝旺鸡张开手臂迎魏无羡 也许本意是将人拥入怀里 可魏无羡却只是将装着一百两银子的布袋子 放到了他的手里 转机又想到蓝战可能会拿不动 便用手托着 蓝旺鸡脸上一闪而过的失落 自然是不被魏无羡看到的 跑什么 出了汉玉风容易着凉 没那么娇气 蓝战 这是我从头那框来的 都给你 蓝旺鸡微微勾起嘴角 原来魏英也会把所有钱都给他 不只是给他的师姐 蓝旺鸡单手将这一袋子银子放到了一旁 过去给魏无羡到了杯热茶 吹了吹送到了他的手边 魏无羡很自然地接过来 一口都喝了 慢点小心烫 魏无羡喝了茶终于能问了 我师姐呢 在城外的德水村已经安顿好了 还有之前伺候他的丫鬟也在那 魏无羡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抓住蓝旺鸡的双臂欢喜到 真的 蓝战你怎么这么好 连说带跳的还真是孩子模样 蓝旺鸡看着固然欣喜 但却也怕日后的魏无羡会对他失望 毕竟他从来都不算什么好人 最近你还不能去 魏无羡笑着硬 知道知道 怕被人看到是不是 放心吧 我懂 一边说着 一边拍了拍蓝旺鸡的肩膀 俩人这关系 看起来不是一般的好 就是看着蓝旺鸡低头咳嗽了一声 魏无羡连忙轻轻摸索着他的肩头 脸上都是后知后觉的歉意 对不起啊 蓝战 我太高兴了 我太高兴了